歷年金鐘主持 陣容最整齊的一屆 因為我們的身高都差不多 你知道嗎 差不多整齊 譬如說陳大天他本來想要加入 但是因為他太高了 我們就把他併除在外 金鐘獎星光紅毯主持人公布 節目類由入圍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的薛季剛 搭配金鐘小白交反反 從網路竄紅 到接下金鐘紅毯主持棒 交反反心情很興奮 自從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新鮮 一直從知道到現在 整整半年大概瘦了五六公斤 對我來說這樣子才能有自信的 在鏡頭前也很重要 交反反說從小是電視兒童 期許自己能把握機會 金鐘第二天戲劇類頒獎 則由楊曉黎 攜手入圍本屆男配角的陳家葵 擔任紅毯主持人 特別的是今年他在六部入圍 台劇中演出說自己根本是公務員 由自己的身分反問我心裡的身分 因為大家知道我入圍的四樓的天堂 是一個外型跟那個記者 都很明顯的一個劇場同志導演 所以他會說 以主持人的身分說 請問家葵哥今天入圍的感怎麼樣 你覺得呢 我入圍不是因為就要得獎嗎 薛季剛曾拿過四座金鐘 對得獎抱持平常心 差不多我自己也做了二十年了 也沒有說主持方要讓給他們 只是說這個得獎的機會 可以分享給大家 為了在紅毯有最佳姿態 楊曉黎分享瘦身四招 一天只吃涼餐 平常不吃麵粉 晚上五點不進時 休假去照按摩師推職 我把麵粉切掉 就不吃麵粉類的東西 然後讓自己的體態可以更好之外 還可以讓腦袋運作 兩組新鮮組合 最希望能讓當天受訪者們暢所預言 在有限時間空間內達到最好效果 TVBS新聞 下面是紅停泰報道